大家好,我是文远,欢迎来收看我的影片 在美漫世界里,超级英雄之间的关系一直很混乱 被戴绿帽已经是习惯的事情了 今天我们就来说说漫威和DC谁戴过绿帽的英雄 蜘蛛侠 蜘蛛侠有两个大家最熟悉的正牌女友,玛丽简和葛温 但是这两位女友竟然都背叛过蜘蛛侠 虽然蜘蛛侠悲痛的是葛温 在麻花过去的罪恶葛温和绿魔居然上过床 不是小绿魔,是老绿魔 蜘蛛侠知道真相后,悲痛和愤怒在心里 最过分的事情是在葛温死之前还秘密生下了一对双胞胎 而孩子的父亲是老绿魔 玛丽简也给过蜘蛛侠命一击 花了几十年时间和蜘蛛侠在一起的玛丽简 在漫画《无敌抗铁侠》4开始 她作为一个意外的新角色成为钢铁侠的配角 蜘蛛侠被丢下了一旁了 玛丽简跟钢铁侠最终会是什么样的关系 成为这本漫画的一大血头 蚁人 蚁人被带立贸是活该的 事情发生在《复仇者联盟》第224期 在此之前蚁人精神崩溃 经常家暴妻子黄蜂蜜 黄蜂蜜已是下定决心要跟她离婚 史塔克自然被放过工与人妻的机会 换言巧语下黄蜂蜜果蛋中招 黄蜂蜜家境十分富有 她在神庄界也出了不小名声 现在婚姻生活出现问题感到寂寞 自然托尼史塔克是大好机会了 那一天托尼史塔克回到家 胡人告诉他有个晚会 他本来不想去但听到黄蜂蜜的游戏 于是就动了心 晚会上托尼史塔克果然遇到了黄蜂蜜 两人相当甚欢于是果蛋上手 在漫画里托尼史塔克并没有公开自己的身份 因此黄蜂蜜也不知道约会了几次的人就是钢铁侠 后来黄蜂蜜知道真相不愿跟前夫同志发展恋情 超人 超人的女朋友路易斯温柔学会一直是家具的好女人 然而在70年代的超人女友路易斯连在漫画里 他变成一个放荡不及的女权主义者把超人坑惨了 面对超人和其他追求者的求婚 他放弃了超人 这期故事里他竟然接受一个即将上电影的死刑犯的求婚 对超人视而不见 极其半坏的超人狠狠地甩出一句 5分钟后你就变成一个怪妇了 哎哟 感谢你的收看哦 如果喜欢就按赞然后分享 或者到我的面族书上和YouTik订阅吧 一定会变成的 的 忍 ous